早上9点,央视正式官宣,郭外伦终于叛逗球迷气氛的事情来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郭外伦最新情况 在之前作为郭外伦来说,他也是跟随国家队前往欧洲进行拉链 通过本次拉链,作为中国男人来说表现还是中规中矩 虽然说打了几场人赛,但是呢对于整个中国男人的调整 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记忆的一面 尤其是杜峰的用人,包括打法都是让很多球迷啊 可以说不是很理解 随着结束完欧洲拉链,中国队将会迎来视频赛第三个窗户期 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10点面对第一个队属,哈萨克斯坦队 整体来看,哈萨克斯坦队实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呢,他们在之前视频赛中两胜一让 可以看出呢,这支球队啊,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作为中国男人来说,我们确实不能够有一点大意 如果输球的话,很有可能无缘明年的世界杯 可以说这场比赛作为杜峰来说也是非常关键 如果带队输球,杜峰呢,很有可能面临下课 我们是期盼杜峰能够有一些改变 就在之前呢,作为央视来说也是正式的官宣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就是央视将会正式的官宣 今天晚上10点这场比赛 CT5将会进行直播 可以说作为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场视频赛也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说球迷非常期盼央视能够直播 随着央视官宣直播,让广大球迷也是彻底的沸腾了 我们期待随着本次视频赛开始 作为郭予伦来说也是能够再次的证明自己 因为在之前亚洲杯的比赛中啊 郭予伦也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场 他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再次的证明自己 作为郭予伦来说,他也是终于判断了 我们希望呢,郭予伦能够在本次比赛中啊 充分的证明自己 自己呢,依然是亚洲最后的后裔 也是期待郭予伦能够帮助中国男篮基本对手 昂首的近级世界杯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男篮加油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待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